好,大家午安 你的恩赐谁可以发现 只有自己啊 那你为什么没办法发现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很鼓励我们 从小到大并没有很鼓励我们 能够去发挥我们感慨的样子 尤其是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刚刚我早上说过 我们是谁养大的 皇帝 皇帝养大 皇帝会很在乎你的恩赐才干吗 不会 皇帝在乎的事情是你的恩赐才干 不会被他用 所以你只有利用价值而没有存在价值 但是上帝的眼光不一样 上帝的眼光照每一个人 你之所以会存在 一定有你存在的一个价值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服事 跟他的事业 请问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在教会服事 在教会怎么服事 安心 隐私 或者是小厨长 好 那 请问一下 烟痕不会煮饭 在教会特别服事 可以叫做做爱烟 如果你们教会没有爱烟的话 你很会煮饭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服事了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我们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 你本来就有恩赐 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环境 并不会很鼓励你去发挥你的恩赐 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台湾 你很会打球 你是很难会煩死的 可是在美国就算你是黑人 你很会打球 钱赚的多不多 所以到后来这几年 我们才发现说 人家打球 也得赚这么多钱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 送到美国去 去打篮球 打棒球 那我们也开始慢慢发现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走职业的路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女生叫曾雅妮 你知道她是干嘛的吗 打二不求 卢彦勋 我们就发现说 原来上帝给人的恩赐 都是可以养活你的 都是可以养活你的 你们这里有办法上网吗 他线都有 你们可以 后面的电脑可以上网给大家看那个吗 可以 可以给大家 那边 后面的电脑可以上网 然后图影出来给大家看吧 他有建弄不可 那里有弄不可 这台可以 然后他可以上网吗 不好意思你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我们等一下给你看这个东西 好 我再讲几个故事好了 我再讲几个故事 我们小组 我们小组有一个人 他刚刚信耶稣 然后呢 我就问他 你有什么恩赐 他说我没有 我说那你没有恩赐 你快六十岁了 你怎么活下来的 你干嘛的 他说我卖车 卖车 他说卖车 卖几年了 他说我卖三十二年 所以这样请问卖车是不是大恩赐 是不是 一定是吧 卖车不是你的恩赐 你可以卖三十二年 然后把孩子养大 你别开玩笑 如果卖东西不是你的恩赐 你能卖三十二年吗 你卖三年就没有人要给你买了 你就关门了 你怎么会三十几年 所以很显然的 他的恩赐叫做卖东西 特别是卖什么东西 卖车子 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恩赐 因为三十几年前 一直路边买到很両方的车 现在卖到双臂 好 那我们就 那现在信耶稣啦 那信耶稣传统的话就是说 你会不会当小组长 他怎么办 我自己买车而已 那怎么办 你只会卖车 可不可以服侍人 可以服侍人 怎么服侍人 卖车给人家会不是啦 是你卖车赚很多钱 然后送牧师才好吃啦 当然不是 我们很有创意哦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跟他讲说 来 你已经卖三十二年了 对不对 他已经卖六十岁了 你还要不要卖 他说 我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不卖了 退休 第二个选择 要卖就卖最好的车 超跑 好 朗宝基宁 法拉利 所有这些超跑 永明哥超跑 那我说那你想退休还是想卖超跑 你猜他说什么 当然是想卖超跑嘛 如果我想买一台超跑 我买一只人 买两层的车 我现在当然了 我买一台超级跑车 可是呢 卖超跑很难 为什么呢 很贵嘛 很贵嘛 你卖超跑你会不会 你的店里面是用一台车 叫你家来买 这样能卖得出来吗 这样不行 所以你店里面要不要有十台超宝 每天看超宝就会宝 对不对 很开心 那我们刚才讲说 不然你这样子 你的恩赐是卖车 那如果上帝要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他 那你去卖超宝 看上帝要不要帮你开路 我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他就开始祷告 你知道吗 祷告一个礼拜 他就说 牧师尼 上帝有开路让我卖超宝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有钱 因为我们上礼拜不是祷告吗 说阿主啊我不知道 我很想卖超宝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恩赐 卖超宝可以服侍你 你就为我开路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他跟一个朋友去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的那个朋友问他说 你现在想要做什么 就像我看能不能买超宝 就说这样喔 你就买了 就说没有啦 超宝很贵的没钱啦 他朋友先来跟他说 钱是什么事啊 我借你就好啦 我借你就好啦 他借他多少 他说我借你 借你三亿 各不动 三亿 OK 所以他就说 天哪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好 然后他就说 他就问那个小宿场说 阿怎么办 钱来了 再来怎么办 他说钱来了 再来我们来找地方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台北市找地方 才祷告完第二天 说神啊 你如果你要让我卖超宝 给我预备地方 第二天 人家报警 在台北市 很精华的地方 叫他去看 他说 这个地方很好 这地方干嘛的 这以前专门在改装车子的 专门改双B的车 现在想买了 他就说这个地点很好 可是一定很贵 很多人都要来抢 因为那个地点非常的好 就叫很多人都希望 能够用这个地方来做生意 结果很长话短说 后来就被他买到了 而且用很便宜的价钱 就买到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些想要开餐厅 说这得掉 很快 大家买 都放弃了 因为他要买的那个 一楼跟二楼 他有指定用途 他那个当年盖那栋大陆的时候 计较无效 不可以变更用途 现在细极 就被他买到了 使用执照鞋 紧线停车 是不是他的 就他的啊 紧线停车啊 他要干嘛 停车啊 所以我本来想说 给你们看 如果你们有可以照 我给你们看 他那个店面啊 里面就停 我们现在去他那边小组啊 他用卖车就被扶持神 这个人以前会读书吗 他过程很好 英文很好 数学很好吗 没有 他从小到大就觉得 我什么都不会 我将来长大 一定没出席 因为我只会干嘛 我只会卖车 我只会卖东西 只会卖车 可是他做梦都没想到 请问这个人 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 他从小到大 只会卖车的恩赐 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不是 这很关键哦 是 是 一个人很厉害 比如说 你们打篮球的 Lebron James 哇 他超会打球的 很强壮 请问 他的身体素质 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 这个世界上 有人音乐很好 音乐的恩赐 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 每一个人里的恩赐 才华 都是从神来的 只是看 你知不知道 他是从神来的 什么叫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 我们相信 我身上所有的恩赐 都是从上帝来的 这就叫做基督徒 好 所以呢 这个人 他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在他家里面 开始有一个小组 他专门向谁传福音 买车的 买什么车的 超跑的 这样有没有服事成 有啊 因为这些开超跑的以前 开超跑的会来教会吗 很少 他光是来教会 你教会就要摆一个 专门 专门 抵抗车 对吧 因为那来这太贵了 所以开超跑的 很少来教会 开超跑的 到礼拜天 礼拜天就跑出去 开车出去玩了 他不会来教会 所以要怎么向他传福音 要不要有一个人 他很会卖车 后来他信耶稣了 他说上帝啊 我把我卖车的才能给你 请让我很会卖车 接触这些人 向他们传福音 要不要 上帝要不要一个业务员 专门帮他卖超跑 要不要 所以这个卖车的人 他只会卖车 是不是一种恩赐 是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个人小的时候 他妈妈说 你这样长大干嘛 我要卖车 他妈妈不会欺赏他 一定不会 好好读书啦 卖什么车 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在台中发生的 台中有一个也是家里面 也是教会里面长大的 这个人从小也是不爱念书 他只是有一个优点 他很孝顺 他每次考完试 都拿亚丹回家 笑出办法 功课烂得不得了 每次都零分零分 他就说 你怎么看你自己打车 他就说 我看到书本 我都没兴趣 我好喜欢画画 每天都在画画画画 妈妈说 不要再画了啦 画画会饿死 画画不能当饭吃 不要再画了 可是我就是很喜欢画 认真念书 认真念书 然后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最重要服侍神的不是画画 画画给多画周报而已 周报不用画 我们在教会里面 最重要的叫做输琴 你要弹钢琴 所以每天 他跟他弹钢琴 弹钢琴 他说 我家的钢琴路里有点坏掉 一定是被我的泪水 那是被我的泪水侵蚀壞掉 我就不喜欢弹钢琴 叫我弹钢琴 那堵钢琴 他说这个五线朴 来来来唱歌 来唱西班 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一大堆黑黑的麻雀 站在那个垫钢杆上面 他说五线朴就是麻雀站在垫钢杆上面 结果好 你只要上面就是没有音乐恩赐吧 也是我在弹琴 然后有个人就过来说 牧师你这边也教我弹琴啊 我就想说弹琴应该不会很难才多 不会很难啊 你要学就可以开始学 弹琴是不是就是那个谱 五线谱你们懂吗 五线谱上面是不是有豆芽菜 是不是有黑的跟白的 你知道为什么是有黑的跟白的 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拍子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这边人兄说 牧师你叫我怎么看 反正就是黑黑的我就弹黑黑的 白白的我就弹白白的 那个是我遇过最厉害的音乐家 哇哩哩 竟然对音乐不知到这种程度 说只要看到黑的就找一个黑的 弹下去就对了 我说你如果这样我就很快给你打 因为那个程度虽然是差太远了 你看有些人他真的没有音乐的恩赐 这位人兄没有音乐的恩赐 没有读书的恩赐 他爸妈心想 我们在教会将来就是 你好好读书 将当工程师当律师当老师当牧师服侍神 你给他那位读书 你那位读书要做什么 化书教会只有圣诞节化海报而已 其他都用不到 所以要么就好好地念书 后来爸妈妈看他这样不行了 说你台湾没证度了 送你到国外去 送你到国外去 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流行出国 就把他送到国外去 他送到国外去他更惨 因为他英文全部都听不懂 上课什么用功读书 他连中文都读不完还读英文 他根本就不行 所以他很苦闷 他苦闷的情绪他怎么做 画画 把所有的愤怒不满痛苦都画画画画画画 画到有一天 他们老师跟他讲说 哇你好会画哦 你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画家 他说这一辈子第一次 有人跟他讲说画画将来有前途 他说那我帮你画了上画 拿去参加比赛好不好 天哪 他们老师还跟他讲说 你的作品我拿去参加比赛 结果就拿去参加比赛 得到全美国高中组 好像第八名还是第几名 吓死了呢 那个学校得到一张好大的奖状 得到政府一大笔补助的钱 补助给他们学校 所以你学校一定是很注重美术教育 才会培养出这个这么会画画的人 这个人说 画到贵的是不是美术教育的 他们校长好高兴就在在墙上签名 他们学校历校以来从来没有人得过什么政府的补助 他是第一个 他说你以为我去徒论学校很开心吗 你有没有听过种族歧视 他说我第一天到学校就体会到种族歧视 他说我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 他妈妈讲说 妈妈你不是带我去美国 我说对啊 我们怎么来非洲 全校都是黑人 他妈妈说因为我们没有钱 所以我们没有钱读那个去住在美国比较有钱的州 我们只能住在美国比较穷的州 所以那个州里面都是黑人 所以他说他到学校去 那些黑人看到他 那些黑人从来没有看过华人 所以看到他就觉得很稀奇 他唯一看过的黄种人叫做李小龙 所以看到他就 他想说这世界是什么情况 他就 从此他就想说 好我让人家看得起 他就叫他妈妈从台湾 寄一对双结棍 他就放下个书包 每天就这样拿着 走在路上当李小龙 想要让同学很羡慕他 可是第一天上体育课 他就破功了 因为上体育课的时候 因为体育课的时候要穿运动裤 他妈妈就带他去买运动裤 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 就穿了一件超大的运动裤 因为那个在美国的supermarket鞋 买衣送衣 他妈妈最高兴 太好了买衣送衣 结果一次买了两件 搞不清楚就看到有格子花花的裤子 就穿到学校去了 运动裤的时候 他一穿 太大 因为美国那个size 美国胖子很多 哇 那怎么办 穿没裤子那么大怎么办 妈妈说没关系 你还会长 所以裤子买大一点 他就直接把裤子拉到嘎吱窝底下 穿出来 被那个黑人的女生从后面 一把在全部的人面前让他腾口 哇 他一直哭 一直哭跑到厕所 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来这里不是我的国家 我在这里 我还要这些人 黑人在美国被人家种族歧视 还难道种族歧视我 就在那边哭 很难过 校长过来 他问他 刘大伟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没关系 同学只是给你开玩笑而已 同学为什么给你开玩笑呢 请你回家跟妈妈沟通一下 睡觉的裤子不要穿来上地浴了 因为他妈妈根本看不懂 他把人家老外睡觉的裤子 他把人家跟妈妈说 妈妈都是你爱的啦 同学都一直笑我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洞 他妈妈说 他说那个是通风的 什么通风啊 他说老外注重身体健康 所以上地浴就容易流汗 所以裤子留一个地方通风 他妈妈自己解释成这样 结果根本是睡裤 那个是给你晚上睡觉 一半要去上厕所用的 难怪他被同学笑 学校都在笑 他都笑死人了 竟然有人把睡裤 穿来学校当运动裤 他说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就是会画画 他没有别人 他就是画画画 结果你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毕业以后 高中毕业以后 他自己去参加 李适宁动画师的争权 全美国只选七个 他被选杀了 这个人是谁 我刚刚已经讲他的名字了 刘大伟 刘大伟是谁 刘大伟是狮子王的动画师 狮子王他画的 他画了狮子王 后来狮子王是 迪士尼游戏来最卖座的动画电影 那个海报 一张狮子王的海报 他只要签名刘大伟 一张五百美金 五百美金是多少 一万文 他签名海报 他签一个刘大伟 五百美金 就一万文 他再一次去一个地方演讲 他们在募款 他完了以后 他就说 你们这些 这些人这么穷 算了 他就直接在餐厅 拿那个餐厅的桌上 那块布挂起来 直接在那个画布上 画了一只狮子王 说易卖 当时狮子王震夯的时候 那块布易卖五万美金 他在狮子王 他在迪士尼工作 那已经几十年前了 他在迪士尼工作的时候 他当时见迪士尼 他的退休金是一亿五千万 应该算是台币 一亿五千万 他打妈回来 跟妈妈想说 妈妈妈妈妈 我录取了迪士尼 他妈妈说 什么在迪士尼 我是早上去美国大学 你给我好好的读书 画画没出息 你们看到 他已经画到迪士尼了 他妈妈还跟他说 画画没出息 他的退休金一亿五千万 他妈妈还是跟他说 画画没出息 你刘大为怎么不要认真读书 当律师当老师 所以刘大为后来得了忧郁症 为什么 因为他的恩赐 没有被谁肯定 没有被妈妈肯定 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 你跟你妈妈的关系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当你的恩赐 没有被你妈妈肯定的时候 就算全世界都肯定你 他还是觉得 我不管多了不起 我只要回家一看到妈妈 外面的人觉得你是英雄 叫你签名 签一张名 五百块美金 画一张画 五百块美金 妈妈心里面觉得 那都不好啦 画画干嘛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读书 读书跟弹钢琴 他到现在还是不会弹钢琴 还是不会读书 所以他的妈妈就觉得 你不够厉害 他心里面很希望得到妈妈的肯定 所以他得了忧郁症 他在得忧郁症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就开始不断的跟神祷告 说我要怎么样脱离 神就帮助他 让他知道 说你的恩赐财干是我给的 你不要为了你妈妈活着 因为你妈妈虽然是你妈妈 他也不了解你 所以你要原谅他 所以你活在世界上 谁才是你的真正的主人 是上帝 不是你妈妈 所以呢 上帝说你很棒 所以刘大伟说 好我决定了 从此以后 我要到世界各地去演讲 接着他那时候就开始 去跟华人演讲 告诉他们说 不一定是要读书 上帝给别人的恩赐 都不一样 哇很多妈妈听了以后 很感动 你的孩子功课不好 没关系 他功课不好 证明 他的恩赐不是在读书 他的恩赐在别的地方 你要让他发挥 那你的妈妈听完以后 就很感动 带着大家孩子跑去赏刘大伟 说刘大伟 谢谢你 今天听了你演讲 我好感动哦 哎呀我的儿子很不会读书 我对他好挫折 今天听你演讲以后 我终于知道了 这个孩子也说 哎呀真的谢谢谢谢 你让我有自信 然后回去后 继续保持联络 过了没多久呢 就在Facebook给他讲说 我妈妈好了 大概三天而已 然后就开始 叫我要用功读书 我这个妈妈说 妈妈 妈妈 你没有听刘大伟的见证吗 你没有听刘大伟的见证吗 我们不是一定要用功读书 妈妈说 好歉啊 世界上只有一个刘大伟 你又不是刘大伟 你还是 怎样 用功读书吧 你没有发现 为什么你的恩赐会找不到 因为我们身边的人 都有一些想法认为 只有读书才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 读的书真的很夸张 我们小时候读的书 告诉我们说 读书有多重要 读书重要到 如果你读书打瞌睡 那还能够办法插大封 读过这个故事吗 如果你读书打瞌睡 要把头发 掉起来 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 如果你读书读到一半停电 要去抓 读书 诶你们有读过的 诶我们都一起被骗 如果你读书发现 外面你家没有电 可是外面有路灯 这时候要把墙壁挖一个洞 着臂借光 读过吗 如果你读书的时候 隔壁人家打电动 你要拿一把刀 在中间的座位上 跟他割一半 要跟他绝交 有没有读过这种故事 亲爱的朋友 如果一个人读书 要读到这种程度 只有证明一件事 证明你不是读书的量 会读书的人 需要拿罗来把插大腿吗 不要 真正会读书的人 上帝给他有恩赐读书的人 过目不忘 你有没有这样的恩赐 你有另外一种 差一点点的恩赐 叫过目即忘 所以你要发掘你的恩赐 这件事情需要整个大环境 大家整体要配合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音乐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 你要学会从你的艺术去发展 我自己成长的背景里面 好 可是这里要 真的啊 那开始要分享给他就好了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有人可以分享给你 还好没讲 还不然想说一个小时五十 好 那 我的女儿 她有天跟我讲 她说 爸爸 好奇怪哦 那个老师上课讲的一些数学 我都听不懂 可是哦 我看电视上煮菜的说 这个要放两十 那个要放两十 我一看就懂 有没有恩赐 哇 显然我女儿就有煮饭的恩赐 请问我一定要教她读书吗 不一定 我就让她可以去 好好地发挥她的恩赐 以后我女儿开一家餐厅 每天都在那边想 我怎么煮出最好吃的菜 结果一个上班族 那天本来被老板骂了一顿 回家准备要骂小孩 准备要骂太太打小孩的 后来经过我女儿的餐厅 然后就打包 后来回家一吃 哇 像那个日本饭花花的效果一样 哇 吃了一口以后 整个世界突然间变明亮 然后世界都开始旋转 哦 好棒哦 好好吃哦 哇 那 然后她突然间觉得 看老婆可爱 看小孩很可爱 请问我女儿讲 有没有服侍上帝 有没有 有 所以你很会煮饭 一定要在教会做爱验 你煮出好吃的东西 请客人在家里面吃饭 他吃了你煮的饭 他就都说整个心情都变好了 有没有服侍上帝 有 就因为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鼓励大家 要用你的恩赐去服侍上帝 而你的恩赐 从我刚刚举的例子 从卖车到画画 到你会煮饭 到你说 我就是很会打棒球 可不可以服侍上帝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服侍上帝 所以我们去年 我们就办一个运动宣教大会 我们就把这些运动员召聚起来 你知道台湾很多职棒的学员 都是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很多打职棒员都是原住民 原住民从小在教会里面 从小就在职务球里面长大的 最有名的台南的罗锦隆 长老会的 所以在台南主场请牧师去开球 统一师罗锦隆听过这个人吗 身高将近两百 超魁梧的罗锦隆小龙 他的故事是什么 他的故事是 当时他被洛基队迁去 是有史以来台湾最年轻被迁走的 第一个被迁走的是谁 曹锦辉 那被谁迁走 被一个台湾人把他牵回去了 你都不知道这个故事 我去年讲这个 因为去年我们在讲说 我们在跟上帝打话说 我们要做运动 因为运动也是一种恩赐 运动也可以服侍神 那我们在为自己 去打发的时候呢 就很奇妙 就美国有一个姐妹 去跟我们联络 听说你们做运动事工啊 这些球员来美国都是住我家的 现在都回台湾去了 你要不要我回去 把他们聚集起来 我听得超高兴的 或者说好好好 请问你是谁啊 你自己上网去查郭英明 那些英明就是皇上英明的英明 郭英明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一个台湾人 而台湾人竟然在美国职棒大联盟上班 你能想象吗 上帝做事情 上帝给你的恩赐 上帝会给你机会让你的恩赐发挥 会 这个姐妹说 我以前离婚 离婚因为我都一生都是以我先生为主体 一直到我离婚以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这么爱她 不代表她也会爱我 在我很痛苦想要自杀的时候 人家介绍我信耶稣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的生命是耶稣的 不是我老公的 从此以后我就专心仰望耶稣 我就跟随耶稣 结果很奇妙 神就为我预备一个美国人的老公 很爱我 然后她把我取回家以后 我才发现她家很有钱 然后呢 他们整个集团 自己养一支球队 叫洛基队 科罗拉多洛基队 然后有一天 我也不懂棒球 我什么都不懂 有一天我老公跟我说 我们最近要签一个台湾人 可是都签不下来 大家都说不好了 你是台湾人 所以在拜多利专业签吗 你说我真的不懂耶 她说 没关系 你是台湾人 至少你可以跟她们说台语 然后 看什么都不在笑话 你回去笑笑 这个 郭英明 郭妈妈就跟随他话说 神啊 你有什么把我放在这个位置 一定有你的美意 所以呢 他们现在要签一个台湾人 太棒了 从来没有台湾人来美国打大联盟 台湾棒球这么厉害 从来没有人来美国打球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帮助我 我要作为第一个把台湾人引进美国打联盟的人 原来我现在懂了 你让我嫁一个老公 这个老公养一个棒球队 搞不好就是为了台湾的棒球 所以他打过来以后他就回台湾 他说可是棒球 我们不懂耶 现在要签三万我不知道耶 上帝做事多奇妙 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什么恩赐 他唯一的恩赐就是上帝让他是台湾人交给美国人 这样也算 阿赖亚尊都神 他就回来 他的唯一的恩赐就是 祷告 上帝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恩赐 就是祷告 所以他就回到台湾 他就开始祷告 神啊 我希望我能够 如果 如果曹锦辉去美国 对他的人生是一个祝福 求上帝成就这件事 打过来以后呢 人家打电话来了 听说你是球团派来的是不是 他说对对对 阿我们阿不然这样啦 我让人结局呢 你那边跟他敲敲敲啦 好好好 他说那天早上 就大家到他住的饭店 各路人马 什么教列有的没的 全部在他面前 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他就问他说 你可以吗 他说可以 他就钱了 他说他从美国飞回来 很远哦 美国飞回来 24小时之内 拿着合约 可以回去 交给公司 说任务完成 公司说不可能 我们已经派了律师 去了三次了 都不可能 你怎么谈的 你这么会谈 他说我一句话都没有讲 人家说 那你一定有上帝特别的恩考 于是就给他 从此以后 给他一个头衔 叫亚洲区的经理 从那天开始 他就开始领球团的薪水 干嘛 照顾曹警惠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 曹警惠第一个 从此以后 所有台湾的职棒球员 去美国都找他 连王健民小三的时候 在他家住了两个月 最痛苦的时候 王健民在他家 他就天天向他传福音 他就天天为王健民告告 上帝犯了这样的事情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他就讲罗锦龙的见证 他说牧师我跟你讲 小龙的见证 小龙当时我们签他的时候 才16岁 就签了他 那时候签约金 要两百万台币 他家里面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他家的经济不是很好 我们就签了他 我就跟上帝打网 说我要让台湾的孩子 来美国打球 让这些孩子将来留前途 你给我的恩赐 就是专门的 去把这些人 从台湾带来美国 然后这些 只要从台湾来美国的人 到美国打棒球 都找我 我嫁给他住 他说每个台湾去 去美国打小联盟的 都去住他家 因为整个美国大联盟里面 唯一的台湾人就是他 然后他就 他就把罗锦龙接到他家 好高兴 按照规矩呢 罗锦龙呢 要去做健康检查 如果健康检查通过的话 没问题 他们就给钱 结果不检查没事 一检查医生的报告来了 说这个投手可能没办法牵 就把他送回去 因为我们检查以后 为什么他的头球罗锦龙 十六就是被牵 因为他人高马大 从二楼头球投到一楼 身高两百公分 然后球速超快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肩膀 里面的骨头的空隙 比一般的人要大 所以他的肩膀 以我们医学的观点来看 他头球投得超快 是因为他甩的时候 我们甩到一个角度 就甩不过去了 他的肩膀是随时可能会掉下来 所以他甩的时候 甩出那个异乎常人的角度 所以他球投出去的时候 超级快 可是有个危险 不知道哪一边甩出去后 那个手就掉下来 那个肩膀 从此以后就挖了 所以这个人有风险 你们不要牵 还跟他交代 你们送他回台湾的时候 去机场提行李 叫他从今天开始 不可以提中的 万一提下 突然间肩膀掉下来的话 我们球团要负责 这个是 没有人说得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就他现在投球很厉害 可是没有人可以保证 他能投多久 球团看了这个医生的报告 当然吓死了 赶快跟罗景龙解释 发生什么事 叫我博以民翻译 博以民好难过 他好难过 他说那天跟小龙在他家 明天要被牵绑回台湾 很沮沙 他说小龙我们来祷告 他们就来祷告 祷告说 主啊 这个孩子的前途将会 他说罗景龙都祷告 让他很感动 罗景龙祷告说 神啊 我不知道这当中 是魔鬼的攻击 还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我的医生在你的手中 不管有没有来美国打球 我的医生都属于你 这个郭妈妈抱着镜头说 小龙你对神这样的心 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 然后就对他就坐飞机回台湾 然后回来以后呢 这个郭妈妈想说 哎 我们把一个孩子这样 欢天起地 敲锣打鼓弄过来 然后现在就这样偷偷摸摸送回去 他说真是不行 他就跟球团说 我们这样不行 我们起码 把他的检验报告 我们送去那个比较厉害的 所以有一个在道齐队 有一个肩膀前卫叫做Andrew 我们把这个报告送给Andrew 看他怎么说 我们起码出一份很厚很厚 超级完整的报告 给家属一个交代 所以我不是呼隆你的 是真的这个是 因为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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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密的医学报告 所以我们对不起 我们无法录用这个孩子 真的对你们很抱歉 他说我这样做才对得起他们家人 他就跟球团说 应该这样做 球团就说 嗯 好 你的建议非常好 他说好 那我们把他的医学报告送去 洛杉矶 给到齐队的那个 很有名的专门看签榜的Andrew 看 结果呢 看以后呢 竟然不来跟他讲说 你们赶快签啊 这个是武林奇葩 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人啊 这个人将来会有前途的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会这么 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最把不是 就是会掉下来吗 好了 这个Andrew说 对 这种case非常罕见 我这么多年来看见马子 看过一个这样的case 这个case呢 就是叫做 Pedro Martínez 如果你们有看大电魔 你们就知道 这是赛阳奖的 那个 多名迷加的 超厉害投手 Pedro Martínez 他的肩膀跟罗锦隆 一模一样 他说他们这种人 本来会掉下来 但因为他从小打棒球 形成个保护机制 所以他附近的肌肉 练得超强壮 所以呢 Pedro Martínez 投球投一辈子 都没有掉下来 他说 但是我只看过一个case 我也希望再看第二个case 所以现在终于有第二个case 赶快签下来 这个是太珍贵的一个个案了 就这样 很奇妙 神透过郭妈妈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球团赶快打电话 给罗晴隆说 回来 回来 没有问题了 你现在可以开始来受讯了 所以罗锦隆又回到美国去 很奇妙的见证 然后今年罗锦隆回来了 然后呢 陈庸基回来了 陈庸基是牧师的人子 职棒里面一大堆基督徒 他问题是 过去这些基督徒 礼拜天能做礼拜吗 他打球的恩赐 能服侍上帝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礼拜天要打球 他一年大概只有一次 会回去做礼拜 叫做过年放假的时候 对不对 回到山上 牧师回来了 好久不见了 很久很久没有很久了 就讲 请问 当黑道威胁他的时候 牧师在身边吗 不在 当他每个礼拜天打球的时候 跟他的服事有关吗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改变他们的观念了 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些球员聚集起来 那天郭妈妈专程从美国飞回来 召集了一大堆的这些 这些其中去美国他带信主的是统一师的唐造挺 知道这个人吗 统一师新兴的一个外野手 现在是明星级的球员了 唐造挺 这些人是到美国再过花花家 他带他祷告 说你的恩赐 你打球的能力是神给的 你要用打球荣耀神 服事神 现在这些职棒球员 这些基督徒在各个球团聚集起来 我们带他们一起来祷告 说球主透过基督徒 让职棒界复活 你知道2013年对台湾职棒很重要 用职棒牵赌 大家都打假球 已经是国际用这个在出名的 这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在经典赛的时候 观众回来了 整个经典赛之后职棒起死为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职棒换了一个会长 这个会长叫黄振台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 不是基督教论谈报 不是我们的教会公报采访他 是商业周刊 就说奇怪 这个职棒不是应该死了吗 这不是已经是安宁病房送进去了吗 那怎么职棒又 观众又回来了 怎么回事 他们去研究 后来发现这个会长超厉害的 他们就跑去访问这个会长 然后商业周刊访问他 你怎么把职棒救起来的 这个人说我哪有能力救 他说我完全不懂棒救 我前一份工作是东吴大学的校长 但是上帝感动我 上帝感动我 让我要来救职棒 所以我一会做的就是这一本 从桌上来一本圣经 我的脑袋里面怎么运作职棒 全部靠这一本 然后职棒杂志写 2013年职棒的神机 那个神棒很大 因为他说 2013年观众回容是因为很多球员 从小联盟回来了 我们的球棒 我们的球赛变好看了 他说很奇怪 我们的球星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什么特色 都是基督徒 不是教会公报报道的 是职棒杂志 非基督徒的记者去观察 说哎呦为什么今年职棒救起来了 哦原来今年好多的基督徒 好多基督徒 他春圈的时候底下都是写为神而打 请问 当职棒球员是基督徒 在整个很认真当的时候 有没有胡适臣 有 为什么有胡适臣 我留在讲股要办一场一万五千人的步道会容易吗 很难哎 我顶多一年办一次 要筹备半年 你知道自从这几个明星回来以后 以前职棒没人看 两千个人三千个人 去年职棒每一场一万多个人看 我们还从美国请了一个many 你知道吗 绑辫子的 这个人以前在美国问题很多的 他来台湾记者都在看 这个人要来搞什么花样 结果呢 这个人来台湾之前 信耶稣了 他来台湾每天干嘛 每天除了打球以外 每天读圣经 每天祷告 歪得不得了 然后为一道 带来好多票房的收入 我就看到上帝调动千军万马 进到哪里 进到职棒 进到职棒界 这些职棒球员在那边打球 一万多个人进去看 当这一万多个人进去看 一场球一万多人 一个礼拜打三场四万五千人 一场球算一万五好了 三场球四万五千人 每个礼拜四万五千人进球场 有没有服侍上帝 有 为什么 因为当四万五千人进去看 这些人打球的时候 有没有人去抢银行 有没有人去飙车 你知道吗 谁最少坏 警察 警察 大家都去看职棒了 警察就很放心 所以我就突然明白一件事 所有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有职棒运动 因为他们这些人白天努力工作 到了晚上下班以后呢 他需要放松 如果你没有给他看职棒 他就去砍杂务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看职棒好 还是去拼小酒好 然后你告诉我 男人看职棒 对不对 而且看职棒也没有振轻经济 有没有 有啊 外面卖香肠的 有没有 卖耶稣机的 还有没有 然后卖票 有没有看到 一万多人进去里面 每一个人拿两个棒在那边 凰 凰 凰 空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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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十点多了 回家睡觉 我没有做坏事吗 职业运动 让社会安定 所以 一个人有运动的恩赐 他在球场打球 让大家去看他打球 有没有服事神 有 因为他让社会的 治安变好 有没有服事神 你叫大家在家里看 刘山江湖 自然都不一定会变好 人家宁可选择去看棒球 去看一场球赛 所以这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要不要有基督徒的球员 好好的打球荣耀神 要 然后这些基督徒打球以后 他们彼此说我会为神而打的 所以一打完球以后他就回家了 那些不信耶稣的 为自己打为薪水打 打完球外面很多女生等着跟他去睡觉 后来你就发现很多这些 美国的你看Michael Jilton Coby Bryant 这些婚姻都出问题 因为他打球完 外面太多辣妹在等他了 然后他打球从这个城市 飞到另外一个城市 老婆根本不在身边 这种引诱多大 因为他们有为神而战 你现在听懂了吗 上帝给每一个都有恩赐 怎么服侍教会 不要把教会放在一个小的建筑物里面 教会在哪里 来自基督徒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教会 上帝会给你恩赐 上帝会给你恩赐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谁可以帮我打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音乐家 跟张宇生一起录专辑的我们的一个同工 他给我看这个东西 他就想到说 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他的恩赐就是音乐 可是呢 他说现在做音乐都快饿死了 为什么快饿死了 因为现在没有人买CD了 歌神张学友 张学友出一张CD也卖不了一万张了 那个时代过去了 可是 上帝给人音乐的恩赐 我音乐很强 是为了让我出CD的吗 上帝给你音乐的恩赐 是为了让你赚钱的吗 还是上帝给你音乐的恩赐 是为了让世界更好 哪一个 让世界更好 所以他看了这个音乐就吓到 他说哇天哪 这才是音乐的真正的意义 Pray for chang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注意看你们看到了什么 注意看哦 注意看哦 你看你们看到了什么东西 多少人看 你们看到 两百九十万人看 好 我让他先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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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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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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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相信上帝给你有恩赐 上帝一定会让你发现你的恩赐 你的恩赐不简单代表你要拼到所有的人 不是 你的恩赐是你做那件事情会快乐 那就是你的恩赐 所以我女儿只要进厨房开火 他就会很快乐 很明显那就是他的恩赐 所以有些人只要拿笔画画就会很快乐 那就是你的恩赐 我相信上帝给我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你不用担心我没办法发现恩赐 你不用担心 上帝现在给你恩赐 他一定会让你发现恩赐 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你不要担心你会饿死 你不要担心你将来比不过别人 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你不要去跟别人竞争 你不要一直想要当别人 你要常常跟神说 神啊我感谢你 你创造我真美好 求主让我活出 你要我活出的自己 神就会引导你 你就会慢慢越来越了解你的恩赐 所以不要担心 我们信主的人不要忧虑 不要担心 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你要每一天都很喜乐 你要相信你被上帝创造 是圣经上说 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 你被创造是一件很美的事 你活在世界上是一件很棒的事 你要先找回这个感觉 你找到这个感觉 你就会找到你自己 你找不到这个感觉 只想证明自己 你会活得很辛苦 生命是很美的事 尤其像你们这么年轻 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那只是代表你很不快乐 你要找到你为什么不快乐 解决这个问题 别的问题都会解决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今天下午让我们知道 连打棒球的人都能够服侍你 他每个礼拜都开四万五千人的步道会 让很多人看到基督徒怎么生活 看到基督徒的喜乐 主办的人 一个在味觉上有恩赐的人可以侍奉你 一个在视觉上有恩赐的人可以侍奉你 一个在天觉上有恩赐的人可以侍奉你 不管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 都是一种恩赐都可以侍奉你 我们被上帝拆派在世界各个角落 将来在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他的角色 都会有一个他的位置 都会有一个神托付我们的意向 求神让我们欢欢喜喜 而且充满着盼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里面的没有自信 胆怯害怕担忧都被拿走 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刚强的心 是仁爱谨守的心 愿主大大的赐福与我们同灾 祝福与我们同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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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有点问题解答 好 来 我们听了很精彩的两讲 那我不知道在这里面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 如果你们有问题我们能快把握时间 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时间问一下刘牧师 我们邀请他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他也真的才从国外回来 然后这个空档之后又要出国了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 让我们可以邀请到刘牧师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跟父母相处方面 或者是在你的股市上 你有没有什么困惑 或者是你想问什么问题 有吗 有吗 那现在我要来发房间的号码牌 所以请大家翻开手册